禁止正在海拔5200米雪域高原住训的新疆军区某部 立足限定复杂气候条件 分别设置多种敌情 开展防空分队实弹射击考核 都来方向 搜索目标 目标不过 好 向你好 考核开始 新疆军区某部防空分队 接连展开远程机动战术训练 实弹射击等多个考评课目 单兵便携导弹手刚占领阵地不久 高速把机突然袭来 侦察预警网发现空中特勤 阵地观察手精确研判目标高度 速度和航路 数据立马通过电台传至阵地指挥所 便携导弹手果断进行拦截 空中目标刚被精确打击 敌情接踵而至 高炮分队快速向目标地域实施机动 侦察班族与雷达快速建立侦察瑞警网 精准锁定来袭目标 将数据下达至火力分队 各炮班迅速装填弹药 完成对空抗击准备 此次多科目连贯考评 气象条件和电磁环境复杂多变 给我们时讯操作提出严峻考验 从发现目标到稳定跟踪目标 再到空中精准打击 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十秒 目标稍重极适 需要各射手间的密切协同 此次实弹考评 采集了多型装备射击数据 提升装备在高寒环境下的 有效打击 锻造防空分队 在险局 难局 危局中的 快速反应能力 高海拔地域组织防空分队 多型装备多科目 连贯实弹射击考评 练究指挥员和操作手 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为下部创新凶法战法 提供有力数据支撑